好 我们说一下CPI和PPI 就是这些年这个CPI PPI的这个剪刀差很严重 对吧 PPI就是工业生产者啊 这个价格指数 CPI是这个居民啊 消费通胀的这个指数 对吧 他俩之间这个剪刀差呢 2015年前啊 是没有什么的剪刀差的啊 基本就是PPI在上 CPI在上面 蓝色的这个线 对吧 PPI呢在下面 这就是我说的 从11年10月份 一直到116年2月份 整整长达 4年多的一个PPI的 通缩的一个格局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上游的大宗商品 这一块是通缩的 所以说那些周期行业 钢铁水泥电解铝啊 铜啊这些啊 他们是通缩的一个状态 就原材料很便宜 一直跌跌不休啊 他们的日子很难过 这中下游的企业呢 日子相对好过啊 CPI比较平稳 一直就在2%啊 这个水平啊 所以说他们有利润可赚吧 对不对 那15年以后发生什么呢 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翻转 就是你看这个PPI 从负的6%啊 一路呢 干到了8% 对吧 这么大的一个上升幅度啊 很多的大宗商品价格 可都是翻一倍 甚至翻两倍啊 都不止啊 对不对 楼文钢啊 焦炭焦煤啊 黑色的对吧 还有那些有色金属啊 种种对不对 你这样一下子 涨上去以后 然后CPI呢 还在还在下面盘缓 对吧 这一下子就形成剪刀差了 这种剪刀差呢 其实就是对下游企业的 一种压榨 一种挤压 一种挤出效应 对不对 你上游企业日子过得那么舒服啊 都是这个靠价格上涨 对吧 价格上涨 过得是很舒服 躺赢 对吧 而且上游 大家知道非常集中啊 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业 非常集中 对吧 保五钢铁可能占到所有钢铁产能的 就30%多了都 是不是 然后那些煤炭产业 大家也知道 非常非常集中啊 这些行业 企业都已经快达到一个寡头的一个格局了 是不是 所以价格一上涨 是吧 他们这个躺赢啊 非常日子非常舒服 然后甚至呢 还能有余力 对吧 去降降杠杆啊啥的 还能干这些事 但是你下游呢 你就惨了 对吧 你这上游原材料狂涨 那肯定挤压你下游这种利润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啊 18年 19年的时候呢 有所好转 对吧 CPI上去了 但是CPI这个上去 主要是猪肉价格的上涨影响 实际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CPI 还是横的一条线啊 基本就在2%左右波动 然后PPI呢 这个逐渐掉下去了 这个跟我们看那个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也是一样 对吧 19年是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 一个格局啊 然后好 这个时候疫情来了 对吧 2020年3月 啪 疫情来了 好 PPI又抽风了 对吧 又抽风了 又从一个低点啊 负了4% 一路光啊 干到了9.0% 也就是5月份最高的数据 9.0% 6月份稍微有所 这个缓和啊 达到8.8% 也是很高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现 这PPI 哇 上窜下跳 是不是 太可怕了 上窜下跳 尤其是这个15年以后这一次 还有这个疫情以后这一次 都是速度非常快 非常猛烈 这样呢 就迅速的对这个中下游企业 形成了很大的挤压 原材料价格飞涨 对吧 飞涨 这个有些企业甚至都停止接单了 对吧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有些企业可能接单 接一单赔一单 那还不如不接单 就别干了呗 所以说你看这个剪刀差啊 也来到了一个极值 对吧 这个绿 这个绿色的线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绿色线 负的7.7 对吧 已经都超过2016年那一波的那个极值了 16年当时最高也就是不过5%的这个差值 今天呢 来到了7.7%的差值 对不对 而且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刚才我上面讲了 这种7.7%的差值 再加上今天这么脆弱的需求 对吧 需求呢 又不能跟16年17年同日而语 那个时候老百姓手里还是有点钱的 对不对 现在呢 比较坐近线走 钱又少了 需求呢 又弱 对吧 然后这个CPI和PPI的差呢 又达到一个极值 你可想而知 中下游的这个中小微企业日子有多难过 对不对 我们从宏观数据上也能感受出来 也更不要说我们去 去问一问朋友啊 做实业的人啊 或者是去这个商场啊 街上逛一逛 也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整个这个消费的流量比较低迷啊 低迷 所以这个呢 啊 就是我这个啊 想给大家前面啊 分享的啊 对 这个还有一个数据啊 就刚出来的 这个上半年中央企业净利润首次突破1万亿元 啊 你看到没有 这个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 10232亿元 对吧 比上年同期增长133% 然后2019年同期增长五成 对吧 然后6月当月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2446.2亿元 累计净利润和月度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建筑石油化工眼睛等行业 对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较大 看到了吗 这个 这个这么高的利润哪来的呀 就是因为这个PPI很高 对吧 价格很高 价格很高 利润空间就很大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这个上游企业都是哪些企业 大家也都能明白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企业的利润 创了一个极致 上游利润非常非常好 非常丰厚 下游呢 日子呢 有点步履为奸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 不得不降准 提前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降准 就很有必要 你不降准的话 真的是中下游的日子 可能是真的有点没法过了 真的有点难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始终是关键的关键 很多的这个问题啊 因它而生 很多的问题啊 也会因它而去 这个房地产啊 是中国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部门 那房地产的这个 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 现在情况呢 之前给大家看过 就是因为现在二手房停贷 二手房这个很多地方停贷 所以这个整个的销售啊 开始逐渐的回落 尤其是从4月份以后啊 有个回落 很明显 这个销售额和销售面积 都有一个回落的趋势 那6月份当月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这里面呢 有一个指标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呢 我比较关注的 就是这个里面 它有一个就是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 还售价的一个价格变动情况啊 这个是国家统计局每个月都会发布的 这里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啊 如果你去回溯去观察 这70个城市里面啊 一旦出现下跌的城市的数量啊 超过这个上涨城市的数量啊 基本就来到一个非常微妙的节点 这个节点往往都是以这个大计量的货币宽松啊 这个大计量的货币宽松啊 就会被被迫就会出现 一定会出现大计量的宽松去救市 不用等到70个城市全跌啊 就是说有一半的城市出现下跌 一半的城市上涨啊 就是到了那个月份节点的时候 你去看吧 一定中央一定会有政策啊 这个就是说 一定有货币政策会出来 会有很大的这个动静啊 不会说无动于衷的 这个无动于衷啊 基本就意味着 那就真的要 可能要出点问题了 所以说 随时到这个上涨和下跌城市持平的时候啊 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节点 你可以去观察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是70个大众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上月价格相比下降的城市呢 是12个 持平的是3个啊 上涨的是55个啊 55个啊 这个还算OK的 现在是没有上 没有上个月那么好了 对吧 上个月可能上下降的城市呢 可能只有8个还是6个 我忘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二手住宅方面呢 价格以上月相比下降的城市呢 有16个 持平的6个啊 上涨了48个 所以呢 你就关注啊 关注这个二手房和这个新房啊 尤其是这个二手房 当这个下降城市超出超过了这个上涨城市数量的时候啊 你就要这个谨慎起来了 或者说你就要这个这个这个精神啊 高度集中起来啊 这往往意味着要么就是超级大的机会啊 要么就是超级大的风险啊 它是关键节点 你去回溯啊 这个无论是0809年 还是1415年啊 还是疫情前 你都会发现这个规律啊 当这个70个大众城市下降的数量呢 超过了上涨数量的时候 往往呢 就是要祭出货币政策大招的时候了啊 好 这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规律啊 这个规律一般人 他发现不了也不啊 他也不知道 可能也没讲啊 你可以看 好 那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消费啊 消费的这个低迷 可能也不用我再多讲了啊 这个从这个多个数据 都给大家做过分析啊 都给大家看过啊 包括这个去年 社会消费比零售总额 对吧 恢复的是最差 宏观数据里面是恢复最差的 对吧 负的3.9% 其他的数据早就转正了啊 甚至都创新高了 对吧 呃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 就是这个是考察的是 居民编辑消费倾向啊 你看这个居民编辑消费倾向呢 已经都落落到了 比20107年都还低了 对吧 特别低的一个编辑消费倾向 对吧 这个他是考察的是 住户部门的活期和定期存款之比啊 去衡量这个居民消费倾向的 对吧 就活期存款的比例越低嘛 对不对 你就这个用来消费的 你就 你这个钱就少嘛 这个编辑消费倾向就比较低嘛 他这样用这个指标去衡量 好 我们 嗯 我看 再说一下啊 这个给大家讲过了 就2015年是个分水岭 对吧 在此之前呢 中下游企业日子好过啊 利润率高 上游企业日子难过 供给过剩 利润率极低 负债率高 各个上游周期行业啊 面临全行业亏损 然后16年2月以后呢 这格局开始翻转啊 这个上游产能呢 是越来越集中啊 其实这些年代知道 环保去环保 呃 环保现产啊 呃 供给色籍构型改革啊 就是方方面面 对吧 其实呢 都促进了这种产能 越来越集中啊 产能是非常集中的 现在这个上游 所以现在上游的这个利润非常好 刚才给大家看了嘛 对吧 中央企业全年利润都创了高 创了新高了 对吧 上半年超过1万亿 而且呢 因为利润好嘛 所以他有机会把负债降低嘛 所以他们也会 这个 这也会宣传这个成果 对吧 说你看哎 我利润率下降了 我利润 我经营绩效好啊 利润率还下降啊 他会 这是宣传他的这种 经营的一个成果 对吧 中下游企业啊 尤其是针对国内市场的中下游企业 这个时候呢 却受到多重挤压 刚才我讲了租金 人工 原材料啊 还有一种需求的坍塌 对吧 这个2020年3月疫情以后呢 这个关键一击出现啊 就是这个需求面的全面萎缩 那目前呢 出口企业的受影响还比较小啊 因为海外需求旺盛啊 订单的利润也比较厚啊 虽然呢 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啊 可能会利润稍微差一点 但总体来讲啊 这个外贸订单呢 它还是比内贸的这个订单 利润要丰厚啊 定价也高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